鲁迅短篇小说集 那罕第五篇 一件小事 作于1920年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 一转眼已经六年了 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算起来也很不少 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 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 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 老实说 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 却与我有意义 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 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 大北风瓜的正亡 我因为生计关系 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一路几乎遇不见人 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 叫他拉到S门去 不一会儿 北风小了 路上浮沉早已刮净 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 车夫也跑得更快 刚进S门 护儿车把上带着一个人 慢慢地到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 花白头发 衣服都很破烂 一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劫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到 但一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 微风吹着 向外展开 所以终于兜住车把 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 否则一定要在一个大金湖 跌到头破雪出了 衣服在地上 车夫便也立住脚 我料定 这老女人并没有伤 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怪她多事 要自己惹出是非 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她说 没有什么的 走你的吧 车夫毫不理会 或者并没有听到 却放下车子 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 掺住毕薄立定 向一说 你怎么了 我摔坏了 我想 我眼见你慢慢倒地 怎么会摔坏呢 装枪做事罢了 这真可憎恶 车夫多事 也正是自讨苦吃 现在 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 却毫不愁愁 仍然掺住衣的壁薄 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有些诧异 盲看前面 是一所巡警分住所 大风之后 外面也不见人 这车夫扶住那老女人 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 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 差时高大了 而且越走越大 需仰视才见 而且她对于我 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质时大约有些凝质了 坐着没有动 也没有想 直到看见分住所里走出一个巡警 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 你自己雇车吧 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地 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 交给巡警 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 路上还很静 我走着 一面想 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 以前的事姑且搁起 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 讲他吗 我还能裁判车夫吗 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是到了现在 还是实时记起 我因此也实时熬了苦痛 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质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紫约诗云一般 被不上半句了 独有这一件小事 却总是浮在我眼前 有时反更分明 教我惭愧 催我自心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920年7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那喊第六篇 头发的故事 坐于1920年 星期日的早晨 我接去一张隔夜的日历 向着新的那一张上 看了又看的说 啊 十月十日 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 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 嗯 正走到我的狱里来谈闲天 一听这话 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 他们对 他们不记得 你怎样他 你记得 又怎样呢 这位恩先生本来脾气 有点乖张 时常生些无谓的气 说些不通事故的话 当这时候 我大抵认他自言自语 不再一词 他独自发完议论 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 早晨 远景到门 吩咐到 挂旗 是 挂旗 各家大半懒洋洋地 夺出一个国民来 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羊布 这样一直到夜 收了旗关门 几家偶然忘却的 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 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 唐使纪念起来 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 便都上我的心头 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 都浮在我眼前 几个少年 辛苦奔走了十多年 暗地里一颗蛋丸 要了他的性命 几个少年一击不忠 在监牢里 身受一个多月的苦行 几个少年怀着远至 忽然踪影全无 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 恶骂迫害青县里 过了一生 现在他们的坟墓 也早在忘却里 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 得意的事来谈谈吧 忽然现出笑容 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 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 我在路上走 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 你可知道 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 古今来多少人 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喝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 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清 据刑法看来 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 所以大屁是上行 次要便是生殖器了 所以公刑和幽臂 也是一件下人的法 至于坤 那是微乎其微了 然而推想起来 正不知道 曾有多少人们 因为光着头皮 便被社会 践踏了一生事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 大谈什么扬州三日 家定屠城 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 老实说 那时中国人的反抗 何尝因为亡国 只是因为脱辫子 顽民杀尽了 已老都受终了 辫子早留定了 红阳又闹起来了 我的祖母曾对我说 那时做百姓才难理 全留着头发的 被官兵杀 还是辫子的 便被长矛杀 我不知道 有多少中国人 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 而吃苦 受难 灭亡 恩良眼望着乌良 似乎想些事 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伦 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 便剪掉了辫子 这并没有别的奥妙 只为它不太便当罢了 不料 有几位辫子盘 在头顶上的同学们 便很厌恶我 监督也大怒 说要停了我的官费 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 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捡 去辫子逃走了 去捡的人们里面 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荣 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 回到上海来 后来死在西牢里 你也早忘却了吧 过了几年 我的家境大不如前了 非某点是做便要受恶 只得也回到中国来 我一到上海 便买定一条假辫子 那时是二元的试驾 带着回家 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 然而旁人一见面 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 带到知道是假 就一声冷笑 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 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 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 或者要成功 这才终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接爽快 我便索性费了假辫子 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 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 有的还跟在后面骂 这帽是鬼 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 改了大衫 他们骂得更厉害 在这日暮图穷的时候 我的手里才添出一只手杖来 拼命地打了几回 他们渐渐地不骂了 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 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 至今还实时记得理 我在留学的时候 曾经看见日报上 登载一个游历 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 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 人问他 你不懂话 怎么走路呢 他拿起手杖来说 这便是他们的话 他们都懂 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 谁知道 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 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 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 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 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 我终日如坐在兵教子里 如站在刑场旁边 其实并非别的 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 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 说 先生 我们要捡辫子了 我说 不行 有辫子好呢 没有辫子好呢 没有辫子好 你怎么说不行呢 犯不上 你们还是不捡上算 等一等罢 他们不说什么 撅住嘴唇走出房去 然而终于捡掉了 哼 不得了了 人言泽泽了 我却只装作不知道 一任他们光着头皮 和许多辫子一起上讲堂 然而这简便并传染了 第三天 师范学堂的学生 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 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 这六个人 留校不能 回家不得 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 又一个多月 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 也一样 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 还被人骂过几次 后来 骂我的人 也被园警捡去了辫子 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 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恩显出非常得意模样 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 你们这些理想家 又在那里 让什么女子剪发了 又要造出许多 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 剪掉头发的女人 因此考不进学校去 或者被学校除了名吗 改革吗 武器在那里 工毒吗 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 嫁给人家做媳妇去 忘却了一切 还是幸福 唐使一记这些平等自由的话 便要苦痛一生事 我要借了阿尔治拔随夫的话问你们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 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 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啊 造物的皮鞭 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 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 绝不肯自己改变一只毫毛 你们的嘴里 既然并无毒牙 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 腹舌两个大字 引起盖来打杀 恩欲说欲离奇了 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 便立刻闭了口 站起来 取帽子 我说 回去吗 他答道 是的 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地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 请你恕我打脚 好在明天 便不是双十节 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1920年10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那喊第七篇 风波 坐于1920年 灵河的土场上 太阳渐渐地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 场边靠河的乌旧树叶 干巴巴地才喘过起来 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住飞舞 面盒的农家的烟秃里 逐渐减少了吹烟 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拨些水 放下小桌子和矮凳 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住大芭蕉扇闲谈 孩子飞也湿得跑 或者蹲在乌旧树下堵完石子 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 热蓬蓬冒烟 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 文豪见了 大发失信 说 无私无虑 这真是田家乐和 但文豪的话 有些不合事实 就因为他们 没有听到酒精老太的话 这时候 酒精老太正在大怒 拿破芭蕉扇敲住凳脚说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 活够了 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 还是死得好 立刻就要吃饭了 还吃炒豆子 吃穷了一家子 依得曾孙女六斤捏住一把豆 正从对面跑来 见这情形 便直奔河边 藏在屋旧树后 伸出双压脚的小头 大声说 这老不死的 酒精老太虽然高瘦 耳朵却还不很聋 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 仍旧自己说 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 有点特别 女人生下孩子 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 便用金树当作小名 酒精老太 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 便渐渐地变了不平家 常说 一年轻的时候 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 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 总之 现在的时事是不对了 何况六斤比一的增足 少了三斤 比一负净七斤 又少了一斤 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力 所以 依又用尽说 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依的儿媳七斤嫂子 正捧住饭兰走到桌边 便将饭兰在桌上一摔 愤愤地说 你老人家 又这么说了 六斤生下来的时候 不是六斤五两吗 你家的秤又是四秤 家重秤 十八两秤 用了准十六 我们的六斤 该有七斤多里 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 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 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还没有答话 忽然看见七斤 从小巷口转出 便移了方向 对他嚷道 你这死尸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死到那里去了 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七斤虽然住在农村 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 从他的祖父到他 三代不捏锄头饼了 他也照例地帮人撑住航船 每日一回 早晨从鲁镇进城 傍晚又回到鲁镇 因此很知道些时事 例如什么地方 雷公劈死了蜀公经 什么地方 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 他在村人里面 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 但夏天吃饭不点灯 却还守着农家习惯 所以回家太迟 是该骂的 其今一手捏住 像牙嘴白铜斗 六尺多长的香飞竹烟馆 低着头 慢慢地走来 坐在矮凳上 六斤也趁势溜出 坐在他身边 叫他跌跌 七斤没有鹰 一代不如一代 九斤老太说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 叹一口气说 皇帝坐了龙亭了 七斤扫呆了一刻 忽而恍然大悟地道 这可好了 这不是又要黄恩大赦了吗 七斤又叹一口气 说 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吗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 七斤扫有些着急 敢忙地问 贤亨酒店里的人 都说要的 七斤扫这时 从直觉上觉得事情 似乎有些不妙了 因为贤亨酒店 是消息灵通的所在 一一转眼瞥见 七斤的光头 便忍不住动怒 怪他恨他怨他 忽然又绝望起来 装好一碗饭 嗓在七斤的面前道 还是赶快吃你的饭吧 哭丧住脸 就会长出辫子来吗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 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起来 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 人人的脊量上 又都吐出汗力 七斤扫吃完三碗饭 偶然抬起头 心坎里便禁不住 秃秃的发跳 一透过屋就业 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 正从独木桥上走来 而且穿着宝蓝色逐步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园酒店的主人 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 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 因为有学问 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 他有十多本金圣探批评的三国志 时常做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 甚而至于还知道 黄中婊子汉生和马超婊子梦起 革命以后 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 像道士一般 常常叹息说 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七斤扫眼睛好 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 却变成光滑头皮 乌黑发顶 一便知道 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 而且一定须有辫子 而且 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 因为赵七爷的这件逐步长衫 轻衣是不常穿的 三年以来 只穿过两次 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 阿四病了的时候 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 鲁大爷死了的时候 现在是第三次了 这一定又是 与他有庆 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扫记得 两年前 七斤喝醉了酒 曾经骂过赵七爷是 健胎 所以 这时便立刻直觉到 七斤的危险 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路走来 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 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七爷 请在我们这里用饭 七爷也一路点头 说道 请请 却一静走到七斤家的桌旁 七斤们连忙招呼 七爷也微笑着说 请请 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菜干 听到了 风声了吗 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 七斤扫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亭了 七斤说 七斤扫看着七爷的脸 竭力陪笑道 皇帝已经坐了龙亭 几时黄恩大赦呢 黄恩大赦 大赦是慢慢地总要大赦吧 七爷说到这里 声色忽然严厉起来 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 辫子 这倒是要紧的事 你们知道 长毛时候 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 没有读过书 不很懂得 这古典的奥妙 但觉得 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 事情自然非常重大 无可挽回 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 耳朵里嗡的一声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一代不如一代 久今老太正在不平 趁着机会 便对赵七爷说 现在的长毛 只是剪人家的辫子 僧不僧 道不到的 从前的长毛 这样的吗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 活够了 从前的长毛是 整体的红段子裹头 拖下去 拖下去 一直拖到脚跟 王爷是黄段子 拖下去 黄段子 红段子 黄段子 我活够了 七十九岁了 七斤嫂站起身 自言自语地说 这怎么好呢 这样的一般老小 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 那也没法 没有辫子 该当何罪 书上都一条一条 明明白白写住的 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住 可真是完全绝望了 自己急得没法 便忽然又恨到七斤 一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 这死尸自作自受 造反的时候 我本来说 不要撑船了 不要上城了 他偏要死进城去 滚进城去 进城便被人捡去了辫子 从前是眷光乌黑的辫子 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 这囚徒自作自受 带累了 我们又怎么说呢 这活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 都赶紧吃完饭 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 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厂人物 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 很不雅观 便只得抬起头 慢慢地说道 你今天说现成话 那是你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 看课中间 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 抱着一的两周岁的一父子 正在七斤嫂身边 看热闹 这时过意不去 连忙姐劝说 七斤嫂 算了吧 人不是神仙 谁知道未来是呢 便是七斤嫂 那时不也说 没有辫子 倒也没有什么丑吗 况且眼里的大老爷 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 两个耳朵早通红了 便将筷子转过向来 指住八一嫂的鼻子 说 啊呀 这是什么话喝 八一嫂 我自己看来 倒还是一个人 会说出这样 昏蛋糊涂话吗 那时我是 整整哭了三天 谁都看见 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 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 拿了空碗 伸手去嚷着要天 七斤嫂正没好气 便用筷子在一的双压脚中间 直扎下去 大鹤道 谁要你来多嘴 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扑的一声 六斤手里的空碗 落在地上了 恰巧又碰住一块砖角 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 七斤直跳起来 捡起破碗 和尚检查一回 也喝到 入娘的 一巴掌打倒了六斤 六斤躺着哭 九斤老太拉了一的手 连说住 一代不如一代 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 大声说 七斤嫂 你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 但自从八一嫂说了 衙门里的大老爷 没有告示这话以后 却有些生气了 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 接着说 恨棒打人 算什么呢 大兵是就要到的 你可知道 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 张大帅 就是阉人张义德的后代 他一只杖八蛇毛 就有万夫不当之勇 谁能抵挡他 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 仿佛握住无形的蛇毛模样 像八一嫂 抢进几步道 你能抵挡他吗 八一嫂正气地抱着孩子发抖 忽然 见赵七爷满脸油汗 瞪着眼 准对一冲过来 便十分害怕 不敢说完话 回身走了 赵七爷也跟着走去 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 一面让开路 几个捡过辫子 重新留起的 便赶快躲在人从后面 怕他看见 赵七爷也不细心查访 通过人从 忽然转入屋救赎后 说道你能抵挡他吗 跨上独木桥 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 心里计算 都觉得自己 却忽抵不住张义德 因此也决定 七金便要没有性命 七金既然犯了谎法 想起他往常 对人谈论程中的新闻的时候 就不该含着长烟馆 显出那般骄傲模样 所以对七金的犯法 也觉得有些畅快 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 却又觉得 没有什么议论可发 嗡嗡的一阵乱嚷 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 闯到屋旧树下去做事 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 关上门去睡觉 七金扫姑农柱 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 关上门睡觉了 七金将破碗拿回家里 坐在门槛上吸烟 但非常忧愁 忘却了吸烟 象牙嘴六尺多长香飞竹烟馆的 白铜斗里的火光 渐渐发黑了 他心里但觉得 事情似乎十分危急 也想想些方法 想些计划 但总是非常模糊 贯穿不得 辫子那辫子 杖八舌毛 一代不如一代 皇帝坐龙亭 破的碗须得上城去盯好 谁能抵挡他 书上一条一条写住 入娘的 第二日清晨 七金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 傍晚回到鲁镇 又拿着六尺多长的香飞竹烟馆 和一个饭碗回村 他在晚饭席上 对九金老太说 这碗是在城内定合的 因为缺口大 所以要十六个铜钉 三文一个 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九金老太很不高兴地说 一代不如一代 我是活够了 三文钱一个钉 从前的钉 这样的吗 从前的钉是 我活了七十九岁了 此后 七金虽然是赵丽 日日进城 但家境总有些暗淡 村人大抵回壁住 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 七金嫂也没有好生气 还时常叫他囚徒 过了十多日 七金从城内回家 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 问他说 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闲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吗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 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殿前 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 辫子又盘在顶上了 也没有穿长衫 你想 不坐龙庭了吧 我想 不坐了吧 现在的七金 是七金嫂和村人 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 相当的待遇了 到夏天 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 大家见了 都笑嘻嘻地招呼 九金老太早已坐过八十大寿 仍然不平 而且健康 六金的双丫脚 已经变成一只大辫子了 依虽然心静裹脚 却还能帮同七金嫂做事 捧住十八个铜丁的饭碗 在土场上一流一拐地往来 1920年10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呐喊第八篇 故乡 坐于1921年1月 我冒了严寒 回到乡隔二千余里 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 既然是深冬 渐进故乡时 天气又阴晦了 冷风吹进船舱中 呜呜地响 从蓬系向外一望 仓皇的天底下 远近横住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 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 这不是我二十年来 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部如此 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 说出它的家出来 却又没有影像 没有言辞了 仿佛也就如此 于是我自己解释说 故乡本也如此 虽然没有进步 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 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因为我这次回乡 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 我们多年聚足 而居的老屋 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 交屋的期限 旨在本年 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 永别了熟识的老屋 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 搬家到我在谋时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 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 瓦棱上许多枯草的断经当风抖住 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 所以很寂静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 我的母亲早已迎住出来了 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折红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 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 叫我坐下 歇息 喝茶 且不谈搬家的事 红儿没有见过我 远远的对面站着指示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 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订了 又买了几件家具 此外需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 再去增添 母亲也说好 而且行李也略以其极 木器不便搬运的 也小半卖去了 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 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 我们便可以走了 母亲说 是的 还有润土 她每到我家来时 总问起你 很想见你一回面 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她 她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 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深蓝的天空中挂住一轮金黄的圆月 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住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像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茶尽力地赐去 那茶却将身一扭 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润土 我认识他时 也不过十多岁 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 家境也好 我正是一个少爷 那一年 我家是一间大祭祀的植年 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 所以很郑重 正月里共祖下 共品很多 祭祭很讲究 拜的人也很多 祭祭也很要防偷去 我家只有一个盲月 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 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 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 自己也种地 只在过年过节 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盲月 盲不过来 他便对父亲说 可以叫他的儿子润土来管 记起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 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早听到润土这名字 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润月生的 五行缺土 所以他的父亲叫他润土 他是能装将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 新年到 润土也就到了 好容易到了年末 有一日 母亲告诉我 润土来了 我便飞跑地去看 他正在厨房里 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 紧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像圈 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 怕他死去 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怨心 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他见人很怕羞 只是不怕我 没有旁人的时候 便和我说话 于是不到半日 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谈些什么 只记得润土很高兴 说是上城之后 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 我便要他补鸟 他说 这不能 虚大雪下了才好 我们沙地上 下了雪 我扫出一块空地来 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 撒下鼻鼓 看鸟雀来吃时 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 只一拉 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 什么都有 稻鸡 脚鸡 薄菇 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润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 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日里 到海边捡背壳去 红的绿的都有 鬼剑帕也有 观音手也有 晚上 我和爹管西瓜去 你也去 管贼吗 不是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 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要管的是欢珠 刺猬 茶 月亮底下 你听 拉拉地响了 茶在咬瓜了 你便捏了胡叉 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 这所谓茶的事 怎么一件东西 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 只是无端地觉得壮如小狗 而很凶猛 它不咬人吗 有胡叉呢 走到了 看见茶了 你便刺 这畜生很灵力 倒向你奔来 反从胯下窜了 它的皮毛是由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着许多新鲜事 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 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 我先前单知道 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 潮汛要来的时候 就有许多跳鱼 而只是跳 都有青蛙式的两个脚 啊 润土的心里 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 都是我往常的朋友 所不知道的 他们不知道一些事 润土在海边时 他们都和我一样 只看见院子里 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 正月过去了 润土须回家里去 我急得大哭 他也躲到厨房里 哭着不肯出门 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 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 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 很好看的鸟毛 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 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 我这时的记忆 忽而全都闪电式地 苏生过来 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 我应声说 这好急 他 怎样 他 他 他景况 也很不如意 母亲说住 便向房外看 这些人又来了 说是买木器 顺手 也就随便拿走的 我得去看看 母亲 母亲站起身 出去了 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 我便招红儿走近面前 和他闲话 问他可会写字 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吗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啊 正模样了 胡子这么长了 一种尖利的怪声 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下 赶忙抬起头 却见一个秃颧骨 脖嘴唇 五十岁上下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 两手搭在臂间 没有记裙 张住两脚 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 细脚伶钉的原规 我恶然了 不认识了吗 我还抱过你脸 我愈加恶然了 幸而 我的母亲也就进来 从旁说 她多年出门 捅忘去了 你该记得吧 便向着我说 这是斜队门的杨二嫂 开豆腐店的 哦 我记得了 我孩子时候 在斜队门的豆腐店里 却忽中日坐着一个杨二嫂 人都叫一豆腐西施 但是擦住白粉 颧骨没有这么高 嘴唇也没有这么薄 而且中日坐着 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原规式的姿势 那时人说 因为一 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 我却并未蒙着一好感话 所以竟完全忘却了 然而 原规很不平 显出鄙夷的神色 仿佛吃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 冷笑说 忘了 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之事 我 我惶恐住 站起来说 那么 我对你说 训歌 你阔了 搬动又笨重 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 让我拿去罢 我们小户人家 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理 我需卖了这些 再去 哎呀呀 你放了倒台了 还说不过 你现在有三房仪太太 出门便是八台的大轿 还说不过 下 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 便闭了口 默默地站着 哎呀哎呀 真是欲有钱 便欲是一毫 不肯放松 欲是一毫 不肯放松 便欲有钱 原归一面 愤愤地回转身 一面叙叙地说 慢慢向外走 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 塞在裤腰里 出去了 此后 又有近处的本家 和亲戚来访问我 我一面应酬 偷控便收拾些行李 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 我吃过午饭 坐着喝茶 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 便回头去看 我看时 不由得非常出惊 慌忙站起身 迎住走去 这来的便是润土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润土 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润土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 已经变作辉煌 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 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 周围都肿得通红 这我知道 在海边种地的人 终日吹着海风 大抵是这样的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 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 浑身色锁住 手里提着一个纸包 和一支长烟管 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 红活原石的手 却又粗又笨 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 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只是说 啊 润土哥 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 想要连珠一般涌出 脚鸡 跳鱼儿 贝壳 茶 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 单在脑里面回旋 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 脸上献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 动着嘴唇 却没有作声 他的态度 终于恭敬起来了 分明地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劲 我就知道 我们之间 已经隔了一层 可悲的后杖壁了 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 水声 给老爷磕头 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 这正是一个念年前的润土 只是黄寿仙 梗子上没有银圈罢了 这是第五个孩子 没有见过世面 躲躲闪闪 母亲和红儿下楼来了 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 信是早收到了 我实在喜欢得不得了 直到老爷回来 润土说 啊 你怎地这样客气起来 你们先前不是割地称呼吗 还是照旧 训个 母亲高兴地说 哎呀 老太太真是 这成什么规矩 那时是孩子 不懂事 润土说住 又叫水声上来打拱 那孩子却害羞 紧紧地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声 第五个 都是声人 怕声也难怪的 还是红儿和他去走走 母亲说 红儿听的这话 便来招水声 水声却松松爽爽 同他一路出去了 母亲叫润土坐 他迟疑了一回 终于就了坐 将长烟管 靠在桌旁 递过纸包来 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一点干青豆 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 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 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 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 又不太平 什么地方都要钱 没有规定 收成又坏 种出东西来 挑去卖 总要捐几回钱 舍了本 不去卖 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 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 却全然不动 仿佛石像一般 他大约只是觉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 沉默了片石 便拿起烟管来 默默地吸烟了 母亲问他 知道他的家里事物忙 明天便地回去 又没有吃过午饭 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 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 多子 饥荒 瞌睡 冰 匪 官 身 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母亲对我说 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 尽可以送他 可以听他自己去剪则 下午 他剪好了几件东西 两条长桌 四个椅子 一副香炉和烛台 一杆台秤 他又要所有的草灰 我们这里煮饭是烧到草的 那灰 可以做沙地的肥料 待我们启程的时候 他用船来再去 夜间 我们又谈些闲天 都是无关紧要的话 第二天早晨 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 是我们启程的日期 润土早晨变到了 水生没有铜来 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 我们终日很忙碌 在没有谈天的功夫 来客也不少 有送行的 有拿东西的 有送行间拿东西的 待到傍晚 我们上船的时候 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 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 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 都装成了身带颜色 连着退向船后烧去 红儿和我靠住船窗 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 他忽然问道 大伯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 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 水生约 我到他家玩去里 他睁住大的黑眼睛 痴痴地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枉然 于是又提起润土来 母亲说 那豆腐稀释的杨二嫂 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 本是每日必到的 前天依在灰堆里 掏出十多个碗碟来 议论之后 便定说是润土埋住的 她可以在运灰的时候 一起搬回家里去 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 自己狠以为功 便拿了那狗气纱 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 木盘上面有着栅栏 内成石料 鸡可以伸进梗子去啄 狗却不能 只能看着气死 飞也是地跑了 窥一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 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欲远了 故乡的山水 也都渐渐远离了我 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我只觉得 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将我隔成孤身 使我非常气闷 那西瓜地上的银像圈的 小英雄的影像 我本来十分清楚 现在却呼得模糊了 又使我非常地悲哀 母亲和红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 听船底潺潺的水声 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我想 我竟与润土隔绝到这地步了 但我们的后背还是一气 红儿不是正在想念水声吗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有大家隔膜起来 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 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润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 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自虽而生活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 润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 我还暗地里笑他 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 什么时候都不忘却 现在我所谓希望 不也是我自己守之的偶像吗 只是他的愿望切尽 我的愿望望远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 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 上面深蓝的天空中 挂住一轮金黄的圆月 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未有 无所未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1921年1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纳喊》第十篇端午节 坐于1922年6月 方玄辍近来爱说 差不多这一句话 几乎成了口头禅式的 而且不但说 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 他最初说的事都一样 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 便改为差不多 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 平凡的警句以后 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 同时 却也到许多心未安 譬如看见老辈 威压青年 在先是要愤愤的 但现在 却就转念到 将来这少年 有了儿孙时 大敌也要摆着架子的罢 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 在先也要愤愤的 但现在也就转念到 唐使这车夫当了兵 这兵拉了车 大敌也就这么打 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有时也疑心是因为 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 所以蛮心媚脊地 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 很近于无是非之心 远不如改正了好 然而这一件总 反而在他脑里 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 最初公表的时候 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 其实大概是提起 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 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 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 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 大发起议论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 都通行骂官僚 而学生骂得有厉害 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 就是平民辩旧的 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 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 异地则皆然 思想言论举动风采 都没有什么大区别 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 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 大半烟箱火灭了吗 差不多的 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散作在讲堂里的 二十多个听讲者 有的怅然了 或者是以为这话对 有的勃然了 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 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 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 因为方玄绰就是兼作官僚的 而其实确实都错误 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心不平 虽说不平 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 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 还是因为无用 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 十分安分守己的人 总长远他有神经病 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 他绝不开一开口 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 只要别有官奉支持 他也绝不开一开口 不但不开口 当教员联合索心的时候 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 太嚷嚷 直到听得同僚过分的稀落 他们了 这才略有些小感慨 后来一转念 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 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 于是就使然了 他虽然也缺钱 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 大家一决罢课 可是不去上课了 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 他才略恨他们的类忽用 果子耍猴子 一个大教育家说到教员一手挟书包 一手要钱 不高尚 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地发牢骚了 喂 怎么只有两盘 听了不高尚说这一日的晚餐时候 他看着菜书说 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 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 赵老力虽然也可以叫太太 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 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卫字 太太对他却连卫字也没有 只要脸向着他说话 依据习惯法 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 可是上月领来的一成半都完了 昨天的米 也还是好容易才涉来的呢 一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 你看 还说教书的要吸水是卑鄙里 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 饭要米做 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了 没有钱怎么买米 没有米怎么煮 他两颊都鼓起来了 仿佛气恼这答案 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 近乎随生附和模样 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 依据习惯法 这是宣告讨论终止的表示 待到戚风冷雨这一天 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所欠薪 在新华门前烂泥里 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 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 方玄冲不费举手之劳地领了钱 着还些旧债 却还缺一大笔款 这是因为官奉也颇有些拖欠了 当时时便是连立清官们 也见以为心之不可不索 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冲 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 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 他虽然仍未到场 事后却尤其心悦城府 的确守了公共的决议 然而政府竟又付钱 学校也就开课了 但在前几天 却有学生总会上一个成文给政府 说教员倘若不上课 便要付欠薪 这虽然并无效 而方玄冲却忽而记起 钱回政府所说的上了课 才给钱的话来 差不多这一个影子 在他眼前又一晃 而且并不消灭 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 准此 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 锻炼罗织起来 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 携带私心的不平 但总不能说是 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 只是每到这些时 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 一不小心 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 人们是美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 政府当初 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 后来竟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 欠而又欠 终于逼得先前笔博教员要钱的好官 也很有几元化为锁心大会里的校将了 唯有几种日报上 却狠发了些笔博讥笑他们的文字 方玄辍也毫不为奇 毫不介意 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 知道这是新闻记者 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 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今天 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他既以表同情于教员的所心 自然也赞成同僚的所奉 然而他仍安坐在衙门中 照例地并不一同去讨债 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 那可也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 他自己说 他是自从出世以来 只有人向他来要债 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 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 而且他是不敢见手握经经济之权的人物 这种人带到失了权势之后 捧住一本《大成起信论》 讲佛学的时候 固然也很是矮然可亲的了 但还在宝座上时 却总是一副阎王脸 将别人都当奴才看 自以为首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 他因此不敢见 也不愿见他们 这种脾气 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 但往往同时也疑心 这其实是没本领 大家左索右索 总自一劫一劫地挨过去了 但比起先前来 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 所以使用的小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 便是方太太对于她也渐渐地缺了敬意 只要看医近来不很负荷 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 有些唐突的举动 也就可以了然了 到了一历五月初四的午前 她一回来 医便将一叠账单塞在她的鼻子跟前 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医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 发了吗 医并不对着她看的说 哼 我明天不做官了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 可是索新大会的代表不发放 先说是没有同趣的人都不发 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他们今天单捏住支票 就变了阎王脸了 我实在怕看见 我钱也不要了 官也不做了 这样无限量的悲屈 方太太见了这少见的义愤 倒有些愕然了 但也就沉静下来 我想 还不如去亲领罢 这算什么呢 医看着她的脸说 我不去 这是官奉 不是赏钱 照例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 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 哦 昨夜忘记说了 孩子们说那学费 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 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 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 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 一觉得他已经不狠顾忌道理 似乎就要将自己当作校长来出气 犯不上 便不再言语了 两个默默地吃了午饭 他想了一会儿 又懊恼地出去了 赵就例 今年是每逢结根或年关的前一天 他一定需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 一面走 一面掏住怀中 一面大声地叫道 喂 领来了 于是递给一一碟促心的钟交票 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 谁知道初四这一天却破了力 她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方太太很惊疑 以为她竟已辞了职了 但暗暗地查看她脸上 却也并不见有什么格外导运的神情 怎么了 这样早 一看定了她说 发不及了 领不出了 银行已经关了门 得等出吧 亲领 一坠坠地问 亲领这一层也已经取消了 听说仍旧由会计科分送 可是银行今天已经关了门 休息三天 得等到初八的上午 她坐下 眼睛看着地面了 喝过一口茶 才又慢慢地开口说 幸而衙门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 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 实在是一件凡难事 我午后硬住头皮去寻金永生 谈了一会儿 她先恭维我不去索心 不肯亲领 非常之清高 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 待到知道 我想要向她通融五十元 就像我在她嘴里塞了一大把言似的 凡有脸上 可以打咒的地破都打起咒来 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 买卖怎样的赔本 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 也不算什么的 即刻将我知识出来了 这样紧急地结根 谁还肯借出钱去呢 方太太却只淡淡地说 并没有什么侃然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 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 况且自己和金永生 本来很疏远 她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 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 她其实明明已经收到了 衙门的领款平单的了 因为死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 便装了负为难的神色 说到衙门里既然领不到奉钱 学校里又不发心水 实在爱莫能助 将她空手送走了 她虽然自已并不看见 装了怎样的脸 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 嘴唇微微一动 又摇一摇头 然而不多久 她忽而恍然大悟似地发命令了 叫小司即刻上街去摄一瓶莲花白 她知道店家稀图明天多还账 大抵是不敢不摄的 假如不摄 则明天分文不还 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莲花白净摄来了 她喝了两杯 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 吃完饭 又颇有些高兴了 她点上一支大号 哈德门香烟 从桌上抓起一本 《长世纪》来 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 方太太追上去 站在床面前看着她的脸说 店家 叫他们出八的下半天来 我可不能这么说 他们不相信 不答应的 有什么不相信 他们可以问去 全衙门里 什么人也没有领到 都得出八 她挤住第二个指头 在帐子里的空中 画了一个半圆 方太太跟着指头 也看了一个半圆 只见着手便去翻开了 长世级 方太太见她强横到出乎情理之外了 也暂时开不得口 我想 这模样是闹不下去的 将来总得想点法 做点什么别的事 一终于寻到了别的路 说 什么法呢 我闻不像 腾路声 舞不像救火兵 别的做什么 你不是给上海的书铺子 做过文章吗 上海的书铺子 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 空格不算数 你看我坐在那里的白话诗去 空白有多少 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吧 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没消息 原水就不得进火 谁耐烦 那么 给这里的报馆礼 给报馆礼 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礼 我靠住一个学生 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 一签字 也就是这几个钱 即使一早做到业 能够养活你们吗 况且 我肚子里 也没有这许多文章 那么 过了节怎么办呢 过了节吗 仍旧做官 明天店家来要钱 你只要说初八的下午 她又要看常识集了 方太太怕失了机会 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 过了节 到了初八 我们 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 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 她忽而又记起 被金永生知识出来以后的事了 那是她往往地走过 到乡村 看店门口竖住 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到 头才几万元 仿佛 记得心里也移动 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吧 但似乎因为舍不得 皮夹里 仅存的六脚钱 所以 竟也毅然决然地走远了 她脸色一变 方太太 料想她 是在脑筑医的无教育 便赶紧退开 没有说完话 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 将腰一身 一一乌乌地就念 尝试极 1922年6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那喊 第十一篇 白光 坐于1922年6月 陈世成看过现考的榜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他去得本很早 一见榜 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 陈字也不少 似乎也都争先恐后地 跳进他眼睛里来 然而接着的 却全部是试成这两个字 他于是重新再在 十二张榜的原图里 细细地搜寻 看得人全已散尽了 而陈世成在榜上 终于没有见 单站在试院的照臂的面前 梁峰虽然浮浮地 吹动他斑白的短发 初冬的太阳 却还是很温和地来晒他 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 头晕了 脸色越加变成灰白 从牢阀的红肿的两眼里 发出古怪的闪光 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 什么墙上的榜纹了 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 在眼前泛泛地游走 卷了秀才 上省去相试 一静连结上去 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亲 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氏的敬畏 身会先前的轻薄 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性 那是不劳说赶 自己就搬的 乌宇全新了 门口是旗杆和匾额 要清高可以做金官 否则不如谋外访 他平日安排停荡的前程 这时候又像受潮的堂塔一般 差时倒塌 只剩下一堆碎片了 他不自觉地旋转了 觉得涣散了身躯 往往地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 七个学童便一起放开喉咙 值得念起书来 他大吃一惊 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庆 只见七个头脱了小辫子 在眼前晃 晃得满房 黑圈子也夹着跳舞 他坐下了 他们送上晚课来 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吧 他迟疑了片时 这才悲惨地说 他们胡乱地包了书包 协助 一溜烟跑走了 陈世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 在眼前跳舞 有时杂乱 有时也摆成一样的阵图 然而渐渐地减少了 模糊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 直跳起来 分明就在耳边的话 回过头去 却并没有什么人 仿佛又听得嗡地敲了一声庆 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 驱止计数着想 十一 十三回 连今年是十六回 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 有眼无珠 也是可怜的事 便不由兮兮地失了笑 然而他愤然了 墨帝从书包布底下 抽出藤真的挚意和试铁来 拿着往外走 刚进房门 却看见满眼都明亮 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 便禁不住心头秃秃地狂跳 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座 眼光格外地闪烁 他目睹住许多东西 然而很模糊 是倒塌了的堂塔一般的前程 躺在他面前 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 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 碗筷也洗过了 而陈世成还不去做饭 遇在这里的杂性是知道老厉的 凡遇到现考的年头 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 不如及早关了门 不要多管事 最先就绝了人生 接着是陆续地熄了灯火 独有月亮 却缓缓地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轻壁到如一片海 略有些浮云 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鼻息里 似的摇曳 月亮对着陈世成住下寒冷的光波来 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心魔的铁镜罢了 而这镜却诡秘地照透了陈世成的全身 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 眼里颇清静了 似近也寂静 但这寂静呼又无端地纷扰起来 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 左弯右弯 他悚然了 轻耳听时 那声音却又提高地复述道 又弯 他记得了 这院子 是他家还未如此凋零的时候 一到夏天的夜间 夜夜和他的祖母 在此内凉的院子 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龄的孩子 躺在竹榻上 祖母便坐在他旁边 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 一说是曾经听的一的祖母说 陈世的祖宗是巨父的 这屋子便是祖基 祖宗埋住无数的银子 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吧 然而至今还没有限 至于处所 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 左弯右弯 前走后走 量金量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 陈世成便在平时 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 可惜大抵刚以为可以通 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 有一回 他却有把握 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 然而总没有钱去发掘的勇气 过了几时 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 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 绝过的就痕迹 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地以后的发了争冲的举动 后来自己一看到 也还感到惭愧 而且羞人 但金天铁的光照住了陈世成 又软软地来劝他了 他或者偶一迟疑 便给他正经的证明 又加上阴森的催逼 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 摇摇摆摆地闪起在他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住 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 但跨进里面的时候 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 只有蟒苍苍的一间旧房 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 他爽然地站着 慢慢地在定睛 然而白光却分明地又起来了 这回更广大 比流黄火更白净 比朝雾更妃威 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世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 伸手去摸锄头 撞住一条黑影 他不知怎地有些怕了 张黄地点了灯 看锄头无非已住 他一开桌子 用锄头仪器 掘起四块大房砖 蹲身一看 照例是黄灯灯的细纱 宣了袖爬开细纱 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 他极小心地 幽静地 一锄一锄往下绝 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 尖铁触土的声音 总是顿重得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 并不见有问口 陈世成正心骄 一声翠响 颇震得手腕痛 锄间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 他急忙抛下锄头 摸索住看时 一块大方砖在下面 他的心抖得很厉害 聚精会神地挖起那方砖来 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 爬松了许多土 下面似乎还无穷 但忽而又触住坚硬的小东西了 圆的 大约是一个绣铜钳 此外 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瓷片 陈世成心里 仿佛觉得空虚了 浑身流汗 急躁的只爬骚 这其间 心在空中一抖动 又触住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 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 但触手很松脆 他又聚精会神地挖起那东西来 谨慎地搓住 就灯光下仔细看时 那东西斑斑包包的像是烂骨头 上面还带着一排凌落不全的牙齿 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 而那下巴骨也变在他手里索索地动弹起来 而且笑吟吟地显出笑影 终于听得他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他力然地发了大冷 同时也放了手 下巴骨轻飘飘地回到坑底里不多久 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 他偷看房里面 灯火如此辉煌 下巴骨如此嘲笑 一呼寻常地怕人 便再不敢向那边看 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 觉得较为安全了 但在这平安中 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 这里没有 到山里去 陈世成似乎记得 白天在街上 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 他不待再听完 已经恍然大悟了 他突然仰面向天 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引去 远响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 潮湖一般黑须地挺立住 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 而且这白光又远远地就在前面了 是的 到山里去 他决定地想 惨然地奔出去了 几回地开门之后 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 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污和坑洞 避避包包地炸了几声之后 便渐渐地缩小 以至于无有 那时残油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游思式地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 战战兢兢地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 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 看见一个福尸 当即传扬开去 终于传到地宝的耳朵里了 便叫乡下人捞浆上来 那是一个男尸 五十多岁 身中面白无须 浑身也没有什么医苦 或者说 这就是尘世成 但邻居懒得去看 也并无失亲认领 于是京县委员相宴之后 便游得饱埋了 至于死因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包取死尸的衣服 本来是常有的事 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 而且 五座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 因为它确凿曾在水底里证明 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注和底泥 鲁迅短篇小说集 那喊 第十二篇 吐河猫 坐于1922年10月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 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 是给医的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 似乎离娘病不久 虽然是异类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 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 动着鼻子 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 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 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 这种东西 躺到庙会日期 自己出去买 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 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 因为是叫小屎上店买来的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 嚷着围住了看 大人也都围着看 还有一匹小狗鸣叫S也跑来 闯过去一袖 打了一个喷嚏 退了几步 三太太吆喝道 S 听着 不准你咬它 于是在她头上打了一拳 S便退开了 从此并不咬 这一对兔 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 小院子里的时候多 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 也常常啃木起脚 这小院子里有一株也桑树 桑子落地 他们最爱吃 便连喂他们的菠菜 也不吃了 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 他们便攻住身子 用后脚在地上使劲了一坛 虚的一声 直跳上来 像飞起了一团雪 鸭雀下得赶紧走 这样的几回 再也不敢进来了 三太太说 鸭雀倒不打紧 至多也不过 抢吃一点食料 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 常在矮墙上 恶狠狠地看 这却要防的 幸而 和猫是对头 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霸 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 他们很和气 竖起耳朵 冻着鼻子 训良地站在小手的圈子里 但一有空 却也就溜开去了 他们夜里的卧榻 是一个小木箱 里面铺些稻草 就在后窗的房檐下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 他们忽而自己 绝土了 绝得非常快 前脚一抓 后脚一踢 不到半天 已经绝成一个深洞 大家都奇怪 后来仔细看时 原来一个的肚子 比别一个的大的多了 他们第二天 便将甘草和树叶 咸进洞里去 忙了大半天 大家都高兴 说又有小兔可看了 三太太便对孩子们 下了戒严令 从此不许再去捉 我的母亲 也很喜欢 他们家族的繁荣 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 也要去讨粮体 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 他们从此便住在 自造的洞府里 有时也出来吃些食 后来不见了 可不知道他们是 预先孕粮存在里面呢 还是净不吃 过了十多天 三太太对我说 那两匹又出来了 大约小兔是生下来 又都死掉了 因为磁的一匹的奶 非常多 却并不见 有进去补养孩子的行迹 一言语之间泼气愤 然而也没有法 有一天 太阳很温暖 也没有风 树叶都不动 我呼听得许多人 在那里笑 寻声看时 却见许多人都靠住 三太太的后窗看 原来有一个小兔 在院子里跳跃了 这比他的父母 买来的时候 还小得远 但也已经能用 后脚一弹的 蹦跳起来了 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 还看见一个小兔 到洞口来探一探头 但是即刻便缩回去了 那该是他的弟弟吧 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 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 往往假口地抢去了 而自己并不吃 孩子们笑得想 那小的终于吃惊了 便跳着钻进洞里去 大的也跟到洞门口 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 推进之后 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 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竟又全不见了 那小的和大的 这时是连日的阴天 三太太又绿道 遭了那大黑猫的 毒手的失去 我说不然 那是天气冷 当然都躲住 太阳一出 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 他们却都不见 于是大家就忘却了 唯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 为他们剥菜的 所以常想到 一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 忽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别的洞 再看就洞口 却依稀地还见有许多爪痕 这爪痕躺说是大兔的 爪该不会有这样大 依又疑心到那藏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 依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 依终于出来娶了厨子 一路绝下去 虽然疑心 却也希望着意外地见了小白兔的 但是带到底 却只见一堆烂草加些兔毛 怕还是临入时候所扑的罢 此外是冷清清的 全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的踪迹 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的弟弟了 气氛和失望和凄凉 使依不能不再觉那墙角上的心动了 一动手 那大的两体便先窜出洞外面 依以为他们搬了家了 很高兴 然而仍然觉 待见底 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 而上面却睡着七个很小的兔 变身肉红色 细看时 眼睛全都没有开 一切都明白了 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 因为预防危险起见 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 搬进自己的房里 又将大的野内浸箱里面 勒令依去哺乳 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 而且颇不以大吐为然了 据说 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 死掉的该还有 因为他们生一回 绝不至于只两个 但为了哺乳不云 不能争实的就先死了 这大概也不错的 现在七个之中 就有两个很瘦弱 所以三太太一有闲控 便捉住母兔 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地 摆在肚子上来喝奶 不准有多少 母亲对我说 那样麻烦地养兔法 一历来连听 也未曾听到过 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 白兔的家族更繁荣 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自此之后 我总觉得凄凉 夜半在灯下做着想 那两条小性命 竟是人不知鬼不觉地 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 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 病那也不叫一声 我于是记起旧事来 先前我住在会馆里 清早起身 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 这明明是高于英文的了 上午常搬来一打扫 便什么都不见 谁知道 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 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 看见一匹小狗 被马车压得快死 带回来时 什么也不见了 搬掉了吧 过往行人冲冲地走着 谁知道 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 下夜 窗外面 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滋滋的叫声 这一定是给银虎咬住了 然而我向来 无所容心于其间 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 那么 我以为 它实在将生命造得太烂了 毁得太烂了 好的一生 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旋儿 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 它们自己咬 它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 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 猫为然的 现在大约疑心 我要替小兔抱不平 下什么落手 便起来烫了了 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 却得却算一个猫底 我曾经害过猫 平时也常打猫 尤其是在它们配合的时候 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 并非因为它们配合 是因为它们嚷 嚷到使我睡不着 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 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 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缮 于是不由地就说出 魔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 造物太胡闹 我不能不反抗它了 虽然也许是倒是帮它的忙 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 我决定地想 于是又不由地一瞥 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甲 1922年10月 鲁迅短篇小说集 呐喊第十三篇 鸭的喜剧 作于1922年 俄国的盲诗人 爱罗仙科君带了他那六贤秦到北京之后不久 便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 寂寞呀 在沙漠上试得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 但在我却未曾感的 我住得久了 入知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 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 然而 我之所谓嚷嚷 或者也就是 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老于北京的人说 地气北转了 这里再先是没有这么和暖 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 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 夏才去 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 而且是夜间 我偶尔得了闲暇 去访问艾罗仙科军 他一向遇在众密军的家里 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 天下很安静 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 很高的梅棱 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醋了 是在想他就游支地的缅甸 缅甸的夏夜 这样的夜间 他说 在缅甸是遍地 是音乐 房里 草间 树上 都有昆虫吟轿 各种声音 成为合奏 很神奇 其间时时加着蛇名 思思 可是也与重生相和谐 他沉思了 似乎想要追想起 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 我开不得口 这样奇妙的音乐 我在北京却乎未曾听到过 所以即使如何爱国 也辩护不得 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 耳朵是没有龙的 北京却连挖鸣也没有 他又叹息说 挖鸣是有的 这叹息 却使我勇猛起来了 于是抗议说 到夏天 大雨之后 你便能听到许多蛤蟆叫 那是都在沟里面的 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 我的话居然证实了 因为爱罗仙科君 已经买到了十几个蝌蚪子 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 院子中央的小池里 那池的长有三尺 宽有二尺 是种蜜所掘 以种荷花的荷池 从这荷池里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 养出半朵荷花来 然而养蛤蟆 却实在是一个集合式的处所 蝌蚪成群结队的 在水里面游泳 爱罗仙科君 也常常夺来访他们 有时候 孩子告诉他说 爱罗仙科先生 他们升了脚了 他便高兴地微笑道 哦 然而养成迟早的音乐家 却只是爱罗仙科君的一件事 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 常说女人可以畜牧 男人就应该种田 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 他便要劝诱他 就在院子里种白菜 也屡次对种蜜夫人劝告 劝医养蜂 养鸡 养猪 养牛 养骆驼 后来 种蜜家 果然有了许多小鸡 满院飞跑 啄完了铺地井的嫩叶 大约也许就是 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 卖小鸡的乡下人 也时常来 来一回便买几只 因为小鸡 是容易基石 发沙 很难得长寿的 而且有一匹 还成了爱罗仙科君 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 《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 有一天的上午 那乡下人竟意外地带了小鸭来了 羞羞地叫着 但是种蜜夫人说不要 爱罗仙科君也跑出来 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 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 羞羞地叫 他以为这也很可爱 于是又不能不买了 一共买了四个 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 便身松花黄 放在地上 便蹒跚地走 互相招呼 总是在一处 大家都说好 明天去买泥丘来为他们吧 爱罗仙科君说 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交书去了 大家也走散 不一会儿 种蜜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 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 跑到一看 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河池里洗澡了 而且还翻筋斗 吃东西呢 等到兰他们上了岸 泉池已经是浑水 过了半天 澄清了 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偶来 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蝌蚪了 伊和西科仙 没有了 蛤蟆的儿子 傍晚时候 孩子们一见他回来 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嗯 蛤蟆 种蜜夫人也出来了 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爱 爱 他说 带到小鸭退了黄毛 爱罗仙科君 却忽而可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 便匆匆地向赤塔去 带到四处挖鸣的时候 小鸭也已经长成 两个白的 两个花的 而且不负羞羞的叫 都是鸭鸭的叫了 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 他们盘缓了 幸而重蜜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 下雨一降 院子里满积了水 他们便欣欣燃 油水 钻水 胎赤子 鸭鸭地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东出 而爱罗仙科君 还是绝无消息 不知道 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个鸭 却还在沙漠上 鸭鸭地叫 1922年10月 鸭迅短篇小说集 那喊 第十四篇 摄戏 作于1922年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 只看过两回中国戏 前十年是绝不看 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 那两回全在后十年 然而都没有看出 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 我出到北京的时候 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 北京戏最好 你不去见见市面吗 我想 看戏是有味的 而况在北京呢 于是都兴致勃勃地跑到什么圆 戏文已经开场了 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的响 我们挨进门 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 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 在定神四面看 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 挤过去要坐时 又有人对我发议论 我因为耳朵已经黄得想着了 用了心 才听到他是说有人 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 一个辫子很光地 却来临 我们到了侧面 指出一个地位来 这所谓地位者 原来是一条长凳 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 要狭到四分之三 他的脚比我的下腿 要长过三分之二 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 接着便联想到 私刑拷打的刑具 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 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 究竟怎地 我回过脸去 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 他很诧异地说 怎么总是走 不答应 我说 朋友 对不起 我耳朵只在咚咚惶惶地响 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 便很以为奇怪 似乎这戏太不好 否则便是我近来 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 总之是 目击湖北水灾 娟儿谭教天 还没有死 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 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 扮演的多是明爵 其一就是小教天 我买了一张票 本是对于劝慕人 了以色泽的 然而似乎 似乎又有好事加成绩 对我说了些 教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 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黄黄之灾 竟到第一舞台去了 但大约一半 也因为重价购来的保票 总得使用了才舒服 我打听的教天出台 是迟的 而第一舞台 却是心事构造 用不着征座位 便放了心 延荡到九点钟才去 谁料照例 人都满了 连立足也难 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 从中看一个老蛋 在台上唱 那老蛋嘴边插住 两个点火的直撵子 旁边有一个鬼族 我费尽思量 才疑心他 或者是牧连的母亲 因为后来 又出来了一个和尚 然而 我又不知道那明觉是谁 就去问及 小在我的左边的 一位胖绅士 他很看不起似的 斜贴了我一眼 说道 公云府 我身愧浅漏 而且粗疏 脸上一热 同时脑里也制出了 绝不再问的定章 于是看小蛋唱 看花蛋唱 看老生唱 看不知什么角色唱 看一大班人乱打 看两三个人互打 从九点多到十点 从十点到十一点 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 然而叫天静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地等待过什么事物 而况这身边的胖身似的 须须的喘气 这台上的咚咚黄黄的敲打 红红绿绿地晃荡 加之已十二点 忽而使我省悟到 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我同时便机械地凝转身子 用力往外指一挤 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 大约那弹性的胖身似 早在我的空处 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 我后无回路 自然挤而又挤 终于出了大门 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 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 昂着头看戏幕 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 我想她们大概是看伞戏之后 出来的女人们的 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业气很清爽 真所谓沁人心提 我在北京遇住这样的好空气 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 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 此后再没有想到它 即使偶尔经过戏园 我们也漠不相关 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 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 我忽在无意之中 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 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 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 其中有一篇 大意仿佛说 中国戏是大敲 大叫 大跳 使看客头昏脑炫 很不适于剧场 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 远远地看起来 也自有它的风质 我当时觉著 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 而未曾想到的话 因为我却记得在野外 看过很好的戏 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 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里 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 竟将书名忘却了 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 却实在已经是远栽遥遥的了 其实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 我们鲁镇的习惯 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 躺自己还未当家 下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下 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 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 所以下期便不能多日地归醒了 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 抽空去住几天 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 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那地方叫平桥村 是一个离海边不远 极偏僻的 临河的小村庄 住户不满三十家 都种田 打鱼 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 但在我是乐土 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 又可以缅念致致私干悠悠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 因为有了远客 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 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 伴我来游戏 在小村里 一家的客 几乎也就是公共的 我们年纪都相仿 但论起行备来 却至少是梳子 有几个还是太公 因为他们和村都同性 是本家 然而我们是朋友 即使偶尔吵闹起来 打了太公 一村的老老少少 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 犯上这两个字来 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 大概是绝蚯蚓 绝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 浮在河岩上去掉虾 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 绝不但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住钩肩 送到嘴里去的 所以不半天便可以掉到一大碗 这下照例是归我吃的 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 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 黄牛水牛都七生 敢于欺无我 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 只好远远地跟着 站着 这时候 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 我会独自治私干 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 却再到赵庄去看戏 赵庄是离平桥村 五里的较大的村庄 平桥村太小 自己演不起戏 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 算作合作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 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 现在想 那或者是春赛 是设夕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 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 不料 这一年真可惜 在早上就叫不到船 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 绝没有留用的道理 其余的都是小船 不合用 央人到邻村去问 也没有 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外祖母很气恼 怪家里的人不早定 续道起来 母亲便宽慰一 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的多 一年看几回 今天就算了 只有我急得要哭 母亲却竭力地嘱咐我 说万不能装模装样 怕又招外祖母生气 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 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 到下午 我的朋友都去了 戏已经开场了 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 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掉虾 东西也少吃 母亲很为难 没有法子想 到晚饭时候 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 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 他们太怠慢 是待客的礼数里 从来没有的 吃饭之后 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 高高兴兴地来讲戏 只有我不开口 他们都叹息 而且表同情 忽然间 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物 试得提议了 他说 大船 八叔的航船 不是回来了吗 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 立刻窜多起来 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 我高兴了 然而 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 不可靠 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 他们白天全有工作 要他熬夜 是不合情理的 在这迟疑之中 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 便又大声地说道 我写包票 船又大 训歌向来不乱跑 我们又都是食水性的 诚然 这十多个少年 尾时没有一个不会服水的 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 便不再驳回 都微笑了 我们立刻一哄地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呼而轻松了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 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搏住 一只白棚的航船 大家跳下船 双喜拔前高 阿发拔后高 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 较大的聚在船尾 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点开船 在桥石上一颗 退后几尺 急又上前出了桥 于是架起两只鲁 一只两人 一礼一换 有说笑的 有嚷的 加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 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 非一般静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地吹来 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 但黑得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寿脊似的 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他们换了四回首 渐望渐依稀的罩装 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 还有几点火 料想便是戏台 但或者也许是雨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迪 婉转 悠扬 使我的心也沉静 然而又自施起来 觉得要和他迷散在含着豆麦运藻之香的业气里 那火接近了 果然是雨火 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 也不是赵庄 那是正对船头的一层松柏林 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 还看见破的石码倒在地下 一个石阳蹲在草里呢 过了那林 船便弯进了插岗 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 居立在庄外灵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 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 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 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 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船走得更快 不多时 在台上显出人物来 红红红绿绿的洞 静台的河里 一望乌黑的 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 静台没有什么空了 我们远远地看吧 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 不久就到 果然静不得台旁 大家只能下了高 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 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 而况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 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 插住四张旗 捏住长枪 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双喜说 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 能连翻八十四个金斗 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 但那铁头老生 却又并不翻金斗 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 翻了一阵 都进去了 接着走出一个小弹来 一一压压地唱 双喜说 晚上看课少 铁头老生也谢了 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 我相信这话对 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 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 熬不得夜 早都睡觉去了 叔叔朗朗地站着的 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 乌鹏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 固然在 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 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高饼水果和瓜子的 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金斗 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 两手在头上捧住一只棒式的舌头的舌经 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 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 小弹虽然进去了 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声 我有些疲倦了 脱贵生买豆浆去 他去了一刻 回来说 没有 买豆浆的笼子也回去了 日里倒有 我还喝了两碗呢 现在去咬一瓢水来给你喝吧 我不喝水 支撑住仍然看 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 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地有些稀奇了 那五官见不明显 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 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喝浅了 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 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 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 大家才又振作精神地笑着看 在这一夜里 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辙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 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 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场 这时候 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 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 那老旦当初还只是夺来夺去地唱 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胶椅上坐下了 我很担心 双喜他们却就破口难难地骂 我忍耐地等住 许多功夫 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 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 不料他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 仍旧唱 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玉器 其余的也打起哈起来 双喜终于熬不住了 说道 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 还是我们走得好吧 大家立刻都赞成 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 三四人静奔船尾 拔了高 扁退几仗 回转船头 驾起鲁 骂着老旦 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 仿佛看戏 也并不很久似的 而一离照庄 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 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 却又如出来未到时候一般 又飘渺地像一座仙山楼阁 满被红霞照着了 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迪 很悠扬 我一心老旦已经进去了 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 松柏林早在船后了 船航也并不慢 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 可知已经到了深夜 他们一面议论住戏子 或骂或笑 一面加紧地摇船 这一次船头的积水声更起响亮了 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 在浪花里窜 连业余的几个老渔妇 也停了亭子 看着喝彩起来 离亭桥村 还有一里模样 船航却慢了 谣传的都说 很疲乏 因为太用力 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 这回想出来的是贵声 说是罗汉豆正望下 柴火又现成 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 大家都赞成 立刻进岸停了船 岸上的田里 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啊 阿发 这边是你家的 这边是老六一家的 我们偷那一边的呢 双喜先跳下去了 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 阿发一面跳 一面说道 且慢 让我来看一看吧 他于是往来地摸了一回 直起身来说道 偷我们的吧 我们的大的多呢 一声答应 大家便散开在 阿发家的豆田里 各摘了一大捧 抛入船舱中 双喜以为再多偷 躺给阿发的娘知道 是要哭骂的 于是个人 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 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得 仍然慢慢地摇住船 几个到后舱去生活 年幼的和我都包斗 不久豆熟了 便任停航船浮在水面上 都围起来 用手搓住吃 吃完豆 又开船 一面洗器具 豆颊豆壳 全抛在河水里 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双喜所虑的 是用了八公共船上的 盐河柴 这老头子很细心 一定要知道 会骂的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 归结是不怕 他如果骂 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 在岸边拾去的一只枯旧树 而且当面叫他扒赖子 都回来了 那理会错 我原说过写包票的 双喜在船头上 忽而大声地说 我向船头一望 前面已经是平桥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 却是我的母亲 双喜便是对一说住话 我走出前舱去 船也就进了平桥了 停了船 我们纷纷都上岸 母亲颇有些生气 说是过了三更了 怎么回来的这样迟 但也就高兴了 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 已经吃了点心 又可睡 不如及早睡得好 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 我向武才起来 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 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 下午仍然去掉下 双喜 你们这般小鬼 昨天偷了我的豆了吧 又不肯好好地摘 他坏了不少 我抬头看时 是六一公公照住小船 卖了豆回来了 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 我们请客 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 你看 你把我的瞎吓跑了 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 便停了急 笑道 请客 这是应该的 于是对我说 训歌 昨天的戏可好吗 我点一点头 说道 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 说道 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敬 非常感激起来 将大拇指一翘 得意地说道 这真是大事镇里出来的 读过书的人才识货 我的豆重 是历历挑选过的 乡下人不识好歹 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 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 她于是打着急子过去了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 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 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 听说她还对母亲几口夸奖我 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 将来一定要重状元 姑奶奶 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 但我吃了豆 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 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市的好豆 也不再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 1922年10月 终于你们修好家里的好ird